你这个活动结束我们去哪领钱 我们没有领钱的 那为什么要来呢 因为我们爱中国文部 我们不要中国分裂 眼睛不错 你的眼睛挺好 要再玩这个梗好不好 习近平长得一点都不像 小时候为你一点都不像 除了他们的脸颊之外 脸颊有点像 我叫乐乐法力 是一名来自美国的 双语脱口秀演员 和说唱歌手 是美国90后 舒阳 你就可以看到你 就会召唤你 召唤你最好的 就是这些东西 我们的名字叫黄家明 他英文名是 他的名字是 他几个适合 因为他为了 他说的 中文的底下 你不需要中国人 知道这些东西是个人 他会召唤语脉 他会召唤语脉 你会召唤语脉 到底谁要讲 你会召唤语脉 是吗 对于中国游戏 不是吗 是那些东西 第一次他心中 commented, you know, when I told him I knew he was gay. I mean,come on,大家. 谷舞台� Ny dice一 where it's so annoying. They py 2022s and like check out that Gerald fucking shoulder there. Тotally a raw dog that shit later. I'm sure you do,dude,I'm sure you do. 要讲中文段子 其实这个挑战不仅仅会体现在语言上 更多是在幽默感的区别上 就中国人的幽默感跟我们美国人完全不一样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旁观者 一些局外人以为这个是来自于文化差异 但是更多是因为中国近几十年以来 一直有这个审查制度 所以中国的观众没有办法看到 领略到新的艺术品 然后美国早就有比如说 那个脱钩秀段子讲的那个尺度非常重的那种 脱钩秀演员那种 我们早就有这个围绕着政治的 以讽刺的口闻去讲新闻的那种节目 所以美国的观众早就习惯 这些对于中国人来说 可能是比较新鲜 但是更重要的是可能更难以接受的艺术形式 但是我小的时候 我所学的音乐全都是punk 中文好像叫庞克 我就喜欢那种庞克的态度 我就是要给这个反共运动赋予这个庞克的元素 你要反对一个极权政府 那这本身是非常punk 我这个MC Lerr这个人物 我会写下来各种各样的关于他的一些特点 他的价值观 他对于各种各样的问题的看法 那我只要有这个功底的话 那将来我要去在 比如说老分红的这个群众里边去扮演这个角色 就是对我来说小菜一碟 如鱼得水 大家好我是MC Lerr 今天我们之所以要在这个活动出席 是因为MC Lerr觉得 中国现在的经济明显下滑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大外生的开支实在也太高了 我们现在来确认这些钱是好花费的 我听说我们在这里有$400 $400 我应该来看到这些人的力量 从每个人一样的这些人 我会举报 我会举报 因为我看到这个世界 然后我就是持有比较悲观的观点的话 那怎么消耗呢 那就是幽默 就是喜剧 所以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绝对是喜剧 而不是传播自己的观点 当我让你笑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有默契 与其说我喜欢讲喜剧 其实不如说我喜欢产生连接感 或者追求那种连接感 我是支持祖国的 我是为了祖国出来效力的 大家一定要非常入戏 你是否关注美国政治或者中国政治 我无所谓 你只要收了钱一定要入戏 我是中戏毕业的 我会监督大家的这个演戏水平 OK 不能出戏 因为说白了 我是一个艺人 I'm an artist 当有人告诉我 你不能这样说的时候 I want to fucking scream I just want to like fuck you I'm going to say it 就是因为你说我不能说 那我就要说 现在认识我的中国人 比以前多很多 他们对我的喜欢 也不像一些其他的外国博主那种 就是我喜欢看你录的那些吃辣的视频 特别搞笑 外国人吃辣的特别逗 你筷子用的不错 就那种很肤浅的联系 更多是价值观上我们有这个连结 因为这个就是幽默的力量所在 我觉得将我将来会成为国际性的 co-co-秀明星 这是我的目标 不实现的话也没有关系 先要冒险 先要追求梦想 最终如果失败的话 那至少我可以回看我的人生 就觉得还是值得过的 这个对一个人来说 我觉得是意义非常大的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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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